春節倒數兩天天氣又要急轉彎大變化 7號開始冷氣團先來拜年 一路濕冷到除夕 小年夜開始到初一 全台有雨天氣濕冷 除了初三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同樣有低溫 不過開始轉成乾冷 初四回溫太陽有機會露臉 最冷時間點就在除夕到初一 中部以北空曠地區 恐怕有下探十度以下低溫 小年夜除夕一直到初一 在這段冷氣團影響的時間 整天的氣溫都相當的低 甚至包含像中部 東部 白天的高溫也都不到二十度 整體的感受都會是偏冷 冷氣團南下加上濕氣 過年也可能降雪 中部三千五百公尺以上高山 下雪機會比較大 中部以北三千到三千五以上的高山 如果溫度跟水氣有配合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下陷啊 然後霧松或是也不排除 有一些下雪的機率 交通方面 初一到初三 國道五號實定平臨 每天五點到中午十二點 封閉南鄉路口 初二到初五 國道五號蘇澳羅東宜蘭投城 每天下午一點到下午六點 北鄉路口則有高乘載管制 預估初三 初四車潮最多 國五北上返鄉恐怕要塞十二小時 過年期間不想出門人幾人 最好提前規劃路線避開車仇 別讓難得的假期全塞在路上 記者余盛行張婷筠採訪報導 文字幕費訂數 中鳅 elegant 地 今 by bwd6